林郑英为拍戏专门学歪门邪道 成为当年林郑英通过电影《僵尸先生一炮走红》以后 就开始专心研究起了僵尸类型的电影 为了能够将剧中的人物饰演得更像一点 林郑英还专门孤身一人前去 湘西 而当地有神通的神人学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法术 最后在拍电影的时候 林郑英不但能够请来毛山老道为他作证 而且还能够借来一些真正的法器 林郑英在保存这些法器的时候也很有一套 在开工之前会冲着山上拜上一拜 似乎能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而在开工结束以后 林郑英也不允许任何人将祭品拿走 生怕自己会打扰到在这里生活的魂魄 从林郑英演戏的时候神情中也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确对类似的法术非常的熟悉 一举一动之间都充满了自信 似乎他会的这种法术真的能够捉到妖魔一样 但如果他不会这些功夫 估计也不可能在香港影坛内混得如鱼得水 但林郑英是不是真的会类似的法术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林郑英在演戏的时候 有着不少奇怪的规矩 不但会选一个黄道吉日开机 而且在开机之前 还会让人准备各种各样的贡品 这些东西都是有讲究的 包括数量和质量 林郑英都需要先检查一遍 看得出来他对鬼神的确非常的相信 似乎就像是真实见鬼一样 其次林郑英拍戏时候所用的一些法器 似乎也的确具有特别的力量 据说林郑英拍戏时 所使用的这些东西 大多都是他从其他地方带回来的 就连道具师都不知道林郑英 随身带出来的这些法器 究竟是他定做的 还是他从某些高人那里请回来的 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林郑英也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在拍戏结束以后 林郑英还会好好的将这些法器 收到自己的怀里 或者是放到一个木头所制的盒子里 由此可知林郑英的确是得到了高人之点 最后林郑英在演道士的时候 欲起一动 就像是真的在想要除怪一样 如果说他本人去过湘西 和当地的老乡学过类似的法门 会点这些东西也是情有可原的话 那么林郑英演戏的那种自信 以及他用法器时那些小心翼翼 应该就是林郑英最大的说法了 各位网友 你们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